现在缺少的不是职业打工人 是真正适合职业打工人住的高端酒店 所谓真正适合 就是既不能班位太浓 又不能忽略使用 领导想知道你去楼上喝咖啡的时候可以加班 你却希望关上房门能睡个不被打扰的好觉 在这件事情上 擅长在商务酒店的夜空里 点亮人文关怀之光的亚朵 近期就用4.0版本的全新产品 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这次我就尝试以出差的姿态 来实地体验这家门店 西安南门亚朵酒店 这家店也曾是亚朵的起始之店 开在西安城墙边上 走几步路就是SKP 杯林 这个位置对于游客相当友好 度假的气氛也先铺垫上了 走到酒店内部 我发现它的整个色调和用料 都充满了自然的机理 入场的这一棵树 据员工介绍说 是1比1复刻高黎贡山的百年茶树 它的出现也带着一些隐喻的意味 因为旁侧墙上 你还会看到一幅云南某村庄的照片 其实这里就是亚朵酒店的精神发源地 亚朵村 所以亚朵4.0版本 在我看来 其实是试图通过对云南山野气息的提炼 和重构 让匆忙的差旅住客 在城市酒店里 也获得那种富得反自然的感觉 具体的 可以看到土墙式样的墙体上 少数民族不易点缀 也可以看到石料 藤边等元素的交叉出现 在亚朵品牌非常被文青喜欢的阅读空间 逐居里 无私逐之乱 无暗读之劳行 而是回归纯滞阅读的乐趣 让你在电子气息浓郁的世界里 重温止墨香 灯式的设计上 也呼应了轻松 闲适的氛围 整个一楼空间 简洁 但又有股自然的力量 对于我这个经常去云南旅行的人来说 更是勾连起了曾经的旅行回忆 亚朵4.0对于客房产品的迭代也很有意思 与大部分酒店集团行政楼层的理念不同 它引入了深睡楼层这个概念 客房内采用了更好的隔音材料 晚上楼下是大堂不夜城 楼上窗户一关 就是寂静的自我的小世界 床头额外设置了65瓦快充的Type-C充电口 旋钮可以方便的调控灯光模式 一键深睡就可以同时把电视 窗帘 灯光和寝物打扰都帮你操作了 这种便利性经常出差的人应该很懂 这一代的客房设计 在实用中兼顾了品质感 床头的异常服化作 优远而不张扬 窗边沙发和无棱角的黑幕多功能桌 赋予了办公或休闲的灵活形态 标志性亚朵村的茶和挂尔咖啡 是饮料空间中的恰当点缀 让睡眠质量更上一层的则在于 床品采用了裸棉 这些颗粒可不是不干净 而是棉子 裸棉还采用更高的洗涤标准 它的生产过程没有漂白步骤 所以能带来更加亲肤的体验 亚朵体系对于睡眠质量的研究 还是做得很深入的 酒店把餐饮和功能空间尽量顶制 餐厅的设计和整体风格一脉相承 先说早餐 我必须要说亚朵的早餐 对于中国味是非常友好的 现磨的豆浆 胜过花里胡哨的饮料一堆 小米粥的品质也很在线 早餐还提供了丰富的中式凉菜 和比较夯实的热菜 结合当地特色的面食 这里自然也是有的 整个早餐摒弃了华而不实 而是真正的追求食材品质 我觉得对于酒店的定位来说 是相当有诚意了 同时这层楼还兼具了公共办公和休闲区域的功能 许多座位都设有充电口和插座 里间还有两个私密感更强的 搏金黑金会员专属包厢坐云 亚朵的洗衣房出城 健身室汗出也整合于此 纵观整个酒店 亚朵4.0的理念落地 其实是立足于深挖商务出行的痛点 在视觉上深度融合山野鲜云的自然元素 味觉上回归到食物的原料本身 用亚朵村的故事为内容 商务酒店的各种功能空间为载体 以亚朵视角的人文情怀勾会了度假式的 当代餐旅的酒店形态